好來 繼續來看 鄉北市有這個議員接到民眾的導訴 說給統治確診 但是所謂 沒有救護車 甚至有這個確診 衛中島等到晚上 已經開始在吐火時了 但是就是沒有救護車 是不是醫療的力量不夠呢 議員說這如果不好好來處理 是會造成社区的嚇共 民眾的嚇嚇 是輕情犯罪 這種案例這兩天真正 有請問這個議員說 有朋友圓工的臉部確診 居然等到車等到討厭師 可是現在是出現了確診者 然後就讓他在家裡 然後也跟子女同住 其實我覺得這是一個 很大的防疫的漏洞 議員點出醫道主管的問題 日常就算人藝就夠減少了 也沒有以後人員在照顧 雖然只有中心說 因為國安比較多 要將主管 然後當中的要求 親近人盡量在家 為止一個人一間房間 要不然這個上次做不太好 他們盡量避免接觸 但是還是有可能會 台北市的情形也是差不多 病患本身 還有他的同住家人 以及整個社區在 帶來非常大的恐慌 到有的縣市已經打算 徵用獨棟的旅館 來作為這個功能 那台北市是不是也可以這樣做 台北市醫道主管 最近沒有台北市府市長 黃山山在臉部下說 今年兩天跟你 便宜轉這個美方 要不然傳福西有調度的問題 今天這已經有比較好 現在最要緊的是 要切斷社會團補連 是說這章今天需要時間